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天听人家何亮亮讲了一嘴 就是说朝鲜这个事 我觉得挺受教义的 我才知道朝鲜现在宣布废除停战协定 不是第一次了 何亮亮说他前面已经废除过两次 这就已经第三次了 而且他说这个停战协定 实际很有意思 今天看起来 它有一定的荒诞性 因为当年打仗 要不说我就说朝鲜 虽然是什么小兄弟 这个也是为人 你说仗志愿军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他们不怎么提的 这咱都知道 好 当年何亮亮就讲 他这个停战协定不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 他是军方 几方军队之间签订停战协定 你看联合国军 这个朝鲜的军队和这个中方 中方也签订的 他是几方军队签订的 他并不是几国 而这个签订的签的这个 这个约的这几方啊 现在的这个阵营和态度啊 又有所变化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 他是一波的 跟你这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韩的这个军签 可是现在形成的是 这边有一个好像跟那边 又成了一个联合国的这么一个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那个协议他是具有合法性的呀 所以他现在单方面的退出 那实际上要我们看的话还是挺不道义的 不是的 废除不了的 联合国的发言人说 废除条约必须几方一起废除 不能单方面废除的 因为签是几方一起签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进入 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呢 这个条约依然生效 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废除的 就好像最简单的比方说 你俩人离婚 你不能单方面说我离了 但对方没表态 你离了你不自己乐吗 你不自己开玩笑吗 对不对 小天你对朝鲜有感情吗 我对朝鲜有 我去过那个丹东就是挺近的 然后看到了好多朝鲜人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会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一次 他这个单方面的退出 他这个事情好像就他们来看 那就是顾忌重演 但是你要对其他国家的话 站在其他国家的立场来看 现在的朝鲜和以前的朝鲜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是有这个核实力的 就前不久他又是火箭发射 又是地下核式都成功了 那对他自己来讲 他觉得我是有底牌了 我是可以跟你们那个叫板了 实际上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叫板 也就是再一次的 是不是他就是为了要美国跟他直接谈 其实还是对 他那个核武器 你想所以说中国人 我觉得有很朴素的情感 就是说当年咱们是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回事 所以看见这个中国这个网友 就编这个段子 就说这个小弟跟那个大哥就说 说大哥我也有核武器了 大哥说低调 小弟说那行我低调 以后他们谁要欺负我大哥 还是你放 喝了大哥说那不行 你自己都有了 为什么让我放 然后小弟就说了 说我那核武器是吧 这个准头不强 也受不远 只够打到大哥您那地劲 受班旗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从这个朝鲜这一次这个事情 我觉得国家也好 个人也好 真的所有的叫嚣 其实都是因为恐惧 他不是在恐吓 他是因为自己怕 这朝鲜因为他觉得 哎呀这个世界上又要制裁他了 然后那个像美军在韩国 驻军也没走 然后中国现在也不怎么帮他了 那他怎么办 那他就只能是用这一招 这个恐吓 讹诈要挟 但最后都是愚蠢和短见 不可能的 只能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对啊 他如果这一次真的是动真格 那就是叫自杀式的 哎你看小田你在外电上看见什么外国人的评论吗 挺多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一个英国外交家他说的 他说不管这些我们这些其他西方国家怎么去制裁 你比不上中国给他断暖一天来的实在 因为他现在供暖都是靠中国 石油也是靠中国 实际上中国现在虽然说是同意对他制裁啊 但是也还是有节制的 比如说 现在制裁就是奢侈品嘛 就不进LV嘛 五样嘛 这个金融制裁 飞机船的制裁 还有这个奢侈品制裁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 外交领域的制裁什么的 就是这些 伤不到他的筋骨 动不到他的实际的钱 但是就是那个金融制裁来的有一点点 所以说现在就说他在外边在国外啊 有什么数十亿美金的这个账户 对对对 账户 但是就说这个是以私人名义存的账户 然后说你如果说是西方人要动这个 可能中国对此就有保留啊 所以中国他说的这个很就是中国是有节制的 中国有节制 但除了外国家外交上 这当然其实不用我们操心了 我相信外交上我们会弄得很策略 对中国老百姓的感情上 这次是有一点有点奇怪 就是第一次我看到中国老百姓 就对北朝鲜觉得有点 这有这么一种抱怨情绪 以前我觉得中国人对北朝鲜骨子里 还是觉得是朋友的 还是觉得是朋友的 而且你知道我还听见一个挺奇怪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咱没有研究过这个历史啊 他们讲就说朝鲜实际上为什么一直跟这个韩国呀 这样就他种族上实际他是瞧不起的 就是朝鲜 他们不是一族吗 哎就就说了 说这个朝鲜当年呢是高高利 嗯 是高利就感觉是是是比较高等的一个种族 在他们的这个血统里讲 就朝鲜人自己觉得他们那个地方 国王那个时候在平壤啊 嗯嗯嗯你知道吗 有可能啊 哎他就他实际他始终觉得我在你上头 嗯嗯啊 所以你们这一些南方人长什么模样的跟我混 哈哈好像有点哪怕是现在在韩国啊 他们北方的像这个汉城啊 首尔什么的 他们对那个南方的一些城市 包括什么府山 应该都是比较发达的城市 都还是多少有一点优越感的 哎 但是呢你要真的看新闻呢 有时候你真的只能不能把它当真 因为这几天 他们的那个年轻的这个很时髦头发的这个元首啊 到一个岛上视察 已经说战争随时会爆发 嗯啊 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 你说啊我们瞎说一句啊 假如他们现在发动战争 或者出现战争 那美军韩国军队 如果又像上一次那样 麦克阿瑟那样 打快打到加路 压路江边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中国人怎么办 就我们当初是出志愿军的那个时候 你要不出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没了 徐老师我我认为就是说你这种思维 很生动的说明了你的年龄 你这个战争思维都是冷战多少年前的 今天的战争打起来 你以为还像当年那个抗美援朝那么大吗 什么李承晚和麦克阿瑟 这一路一路打到压路江边 今天都是就是立体化 核打击 不一定核打击啊 多种打击方式了 这种精确打击 一定范围内的作战 不管怎么样的打击吧 就是如果打到北朝鲜就快完的时候 那中国怎么办 所以这我们当然瞎操心了 这种事不关我们什么事了 但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会怎么办吗 我经常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有必要现在去担心这个吗 也有可能是我无知啊 想的太简单 但是我真的会觉得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我童年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吧 有过一个梦魇 你知道吗 就是 很奇怪 就是那天传来两个消息 一个是我妈妈检查 得了这个心脏病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打越南 中越自卫反击战 那时候才上小学啊 一个莫名其妙 我一夜没有睡 因为你知道我在担心啊 就是 自卫反击战 越南把中国占领了 哎呦 所以我说 为什么您的很多猜测 有点像童年的这种 就是 哎 我小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梦魇 吓得我呀 就觉得 我说那怎么办呢 这是打不过 我当时就认为打不过 但凭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要没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呢 军情观察室的收视率 怎么会这么高呢 这样就没换成了 但是就是不管风云 对不对 咱们能够问的这个收视率 开玩笑的 所以不管风云 我们从小是下陆军旗长大的 你知道吗 不管形势怎么变换 我听到家耀依然亢奋 马上就要开打了 直到世界大战末日那一天 只要我们在化妆室 看到家耀还笑嘻嘻的 我们就放心吧 我昨天在电视上 看一个那个电影 叫2012啊 你知道我觉得家耀 没准是那个最后的 那个报道的 你记得2012上 有个小子在那里说 啊我看到了人类的最后一天 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想起董家耀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朝鲜关心完了 咱们就再跟小天关心一下 国际 最近你觉得还有什么国际新闻 挺有意思啊 像那个马岛的投票 这事我不知道 为什么投票 你知道你刚刚还在说呢 不就是那个马岛 也就是英国的这个福克兰群岛 那个不是一直有争议吗 实际上他的争议是怎么回事 那个岛他的发现 好像一开始是被西班牙 还是什么 反正西班牙 法国 英国都去声索过 都是这个主张过 他的这个主权问题 当然后来呢 这个阿根廷跟英国 他们是怎么样子 就交集进来了呢 是阿根廷说 我们这个脱离西班牙独立了 所以说这个岛应该是我们的 但是英国说 我们是先在那里 这个身杖有主权的 他们应该是在一战 二战的时候 就在那个岛上去袭击过那个德军 所以说把那个作为过军事基地 所以说呢 他们觉得是英国的 所以说就争 那么最近呢 是英国 他们就说那好吧 我们就尊重那个岛民的意愿 我们发起这个公投 那么公投就很有意思了 早就被英国殖民了 都是英国的人 虽然说他离这个阿根廷特别近 离这个英国坐飞机要十几个 十八个小时 但是呢 上面全是英国人 而且这次公投 他还要求说 只有持英国护照的人 才可以投票 所以说 而且这个岛上应该是有将近三千人 其中有一千多人啊 是那个英国驻岛的士兵 一共只有三千人 对 所以最后是 英国是民主 对 只有三票是反对 然后现在呢 就是什么呢 英国他们就这个很得意啊 说你看我们尊重岛民的意愿 他们都愿意成为这个英国的土地 这个是铁娘子 萨切尔夫人的一个政绩 他当初是冒了美国反对的这个压力 派军舰过去打败了那个阿根廷 最荒唐的是 安倍晋三以这个东西来举例子 讲钓鱼岛 是吗 对 因为钓鱼岛地理上离台湾很近吧 离冲绳很远嘛 所以从地理上看 你更不要讲海沟的问题 就从地理上来讲 自然是属于 至少是属于台湾 台湾当然是属于中国这样的意思 那么他就举出这个福马群岛的例子 意思说 你看他离英国这么远 照样英国可以占有他 这个安倍晋三 当然这是胡说八道了 我们批判一下 还有呢 教宗选举呢 关心没有 教宗选举 教宗选举我关心了 这个教宗选举啊 我关心的是他开会啊 他们现在闭门会议是在哪啊 是咱们去过的 这个教堂 西斯廷那个教堂 就天上是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 旁边末日审判 都是米开朗基罗 没想到就在那个里边进行 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我看西方朋友都在问嘛 到底是为什么 上个教宗 他为什么 就算辞职还是算什么 对几百年没有过 对是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年事已高 精力不支 但是呢外界说法很多 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压力太大了 因为在过去三年有上千宗这个地区的一些主教啊 他们的这个鸾同事件 那么这个作为教宗啊 他的态度太暧昧了 甚至他们什么 最后他是默许了这些地方的教主啊 他是付这个封口费 不要去起诉他们 就做这种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更致命的 就是什么 这个梵蒂康银行啊 他们涉嫌洗钱 是 梵蒂康他有一个银行 银行他董事会 实际上就是这些书籍主教们 董事长就是这个教宗 实际上是这样 那么是在应该是在两年前 意大利不论这个欧元区的这些边缘国家啊 这个濒临崩溃 那么他们其中一个银行 要被另外一个意大利银行收购 那么中间呢就过了一次手 过这个西班牙的桑滩的这个银行 但是这个银行 他有很大一部分这个股权 就是这个梵蒂康银行的 整个这个案件是涉及了30亿欧元 对 我听到的是后一种理由 就说他呀 他管不了 你说这梵蒂康银行 他得多少钱呢 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一共只有700人 但是钱是不得了 他在历史上翻了一次最大的绰号 也是跟钱有关 你知道不是新教 那个路德这个宗教改革 当初直接的起因是什么 直接的起因就是那个梵蒂康 天主教教廷啊 缺钱为了修房子 缺钱 发赎罪卷 对 你知道他就 这个好玩啊 他发一种卷 就是说你买了这种卷 他上面就许诺你 敬天堂 许诺你这辈子做的事情 什么强奸啊 贪污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想买的这种卷 这种卷真像是 梵蒂康银行发行的 结果当初真的有很多信徒啊 就花巨资去买这些卷 他这个卷的收入啊 你仔细想想在象征意义上 很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最神圣的机构 发赎罪卷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德国 这个整个北欧这一代 就是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太腐败了 太不像话了 就是新教 新教就此崛起 就是因为反赎罪卷 但是当时实际上 还是跟钱有关 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教廷 梵蒂康也就是说 他们是对这个圣经 他们唯一的一个这个宗教读本 是垄断了这个解释权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圣经 是用拉丁文写的 但录的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翻译成德文 就让老百姓看 但是现在这一次 这个教宗他这个事情 又是各种绯闻什么的又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外界就开始说 这个事情就说 这个教宗这种传统 要么我们研习他 而且这种研习的话 必须是真正的 这个复古的研习 他们就主张 这个教廷他的语言 都要回到拉丁语 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做不到 现在这个做不到 这个整个 只有教皇本人能做到 他懂石门语言 他是个语言天才 对 而且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过超过三天的 好像都是三天会就 现在已经一天过去了 对不对 超过三天 已经有过三年的 是吗 对这个选举 他现在这个选举 为什么叫conclave 叫wave key 就是把他们关起来 对 不要让你们拖沓 赶紧选选出来 对 就是冒黑烟就表示没选出来 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冒着黑烟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呀 小的我都忘了说什么了 为什么那个什么教皇啊 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就是曾经关心过 这跨越的 上亿民工的这个性能量的这个问题 我呢也学他 我关心一下啊 无数这个神父啊 叫教主 这个 性恐怖 这些啊 他们的这个性能量的问题 哎 为什么看我呢 你刚才讲的多吗 这方面 哎 这个他不是教宗 他这次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各地的这个 他们该叫神父 还是叫 他们叫神父 叫神父 天主教叫神父 神父吧 那个叫慕斯 神父鸾同的这种事 哎 这个小条你有解释吗 没有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这个呢 这个 首先我要说这是假的啊 但是呢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这个谣言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是到那个梵蒂岗 我不知道上次你去博物馆没有 你会看见一个石凳 这石凳上面有一个洞 哎 他们就有传言说 这个石凳是拿来干嘛的 就现在还用 现在也有一个类似的石凳啊 就是教宗选出来以后啊 要做性别检查 看他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这样一个传说 但是呢官方他们是不断的这个辟谣 但欧洲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这个这个中间有个洞 就能知道性别呢 有人去看嘛 那就 就他要做的 姿势要做的很好 很辛苦啊这样 我比较关心具体 他在里边要脱光了 然后坐在这个凳子 底下洞 洞叫洞察天机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神父们 坐了多少年 把他坐穿了 我们这些人 我好好讲故事 你们将来就上不了天堂了 我们是佛教 为什么呢 不是我很严肃的讲这个故事 对对对 这个故事 因为呢 就在过去啊 就有过一个叫做那个 普普中 约翰 主教约翰 那个教宗约翰 后来才发现啊 他是普普中 为什么呢 你知道那个啊 有个电影 就是女教皇 对对对 有这样一个故事 原来是个女的 对 这是这是假的吧 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就他好像就当着 当教宗啊 当教宗啊 有一天突然生了一个孩子 就把大家吓了一跳 那将来历史上 会不会渐渐渐渐 也会允许有女的 可以做教宗 对不对 这个啊 因为梵蒂冈 他不受这个 意大利的法律的控制 如果哪一天真的是 这个意大利把他收了的话 那他没办法 只能是这个去除 他现在这个性别歧视 他现在是规定 一定是 对 一定要要洞察天际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 好像欧洲啊 他们也有很多探讨 为什么这些神父 这么爱轮童呢 而且是这么大面积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 文明喜事度 我觉得他们应该比我高上